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芒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 哎呀,这个鸿海我们也说过了 就是你说到这么大,很勇气 全部都轟了 看你害怕不害怕 原来很多西方的专家和我们的说法都是相近 就是,其实你现在英美这么高调行动 又说是要保护 保护好航线是可以,但是可不可以通过外交手段 其实大家真的值得深思 外交手段 你要谈得到 你要谈得到 来塔利亚户 是的 其实中国也可能 我不是说中国没有这样的能力 其实他们要的就是 要是 以巴 冲突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停 比面上其实这个就是胡塞武装 在红海对船只发动攻势 亦有人说,这个也很正确,记得当时 是长榮 2021年长榮的长刺号事件的加大版 但是我觉得金氧时报说的长刺号事件加大版 我觉得也是比较轻 因为长刺号始终不是动武 现在是炸火箭 还有军舰出动 我长刺号是因为人为错误 大家知道也罚到他们很金 当一手集装商船困在苏伊士混河 并且堵塞了六天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就讨论全球化 很脆弱 还有供应链有樽颈位 你知不知道现在 连特斯拉的德国工厂 停产两天 最少 就是因为红海发生的事 但是 他继续互航就行了 不好意思 那些国际的 航运公司 他们选择去好网国 都不走 所以我们之前说到这样 牙斩 是不务实的 是不务实的 你护航这个做法 或者你去轰护塞在那里的基地 是不务实的 你解决不了问题 可能你可以一时三刻他们会停一停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再来过呢 怎么会有长远的安稳呢 我们经常说是自必不自本 我们经常说是因为 你现在这样 我们也说过是让你变相团结了 因为西方来搞我们 他就说我是巴勒斯坦事业着想 这枝大旗在穆斯林世界没有人推倒的 真是厉害的 我们经常说为什么你一前上了穆斯林世界 就很麻烦呢 因为他们 你经常用一些很小的眼光去想 他们会什么的 会怕人都没有买 不好意思 不害怕的 你过去那几十年 在阿富汗 不害怕的 要去的 在9月11日那件事 你觉得他有害怕吗 跟你揽炒 他不害怕的 想想 阿拉根 不说他的名字 阿拉根 他本来很有钱 他宁愿要他的理想 他不要亿万美元的身家 你想想 病在洞穴那里 是的 病在洞穴那里 不过很多老婆 他当然说真的 他又不是 我说真的又不是 如如如全什么都不要 但是 你知道他们如果对他们一个 叫理想来说 是真的可以不要很多东西的 我们用很小的眼光去看 你是理解不了他的 是的 我也理解不了 但是他们偏要这样 他们偏要这样 而且 经过了阿富汗事件之后 你还不明白 他们是 不会接受你西方去管治他们 不接受你们去插手他们的事务 是的 尤其你用武力去弄他 他一定是不会屈服的 一定会来过的 就算他忌惊他也会再来的 是的 他真的宁愿和你插一堆 力再差你十倍都会再回来 是的 是真的 你记住他是 微笑着跟你一起 是什么的 你知道 事实上这个问题 有一些解决除了是 储存减少 以及一些公司短期内收益下降之外 还好的 真心说其实 我觉得 那些东西是否贵了 是贵了 但是 好过新冠大流行 因为他始终可以绕到可以走到 同样 虽然护塞 这些公势对于 几百万依赖进口的食品 以及其他援助的 是 亚门人和苏大人构成了一些威胁 但是 他们 似乎不太可能对全球产生是一个最大威胁 不过 他们可能对什么威胁 反而对西方是有威胁 那么远 关于他什么事 因为 现在金融时报都说 之后会不会 令到 和以色列友好国家的民众 会有些 有些瓦水 你看回集装商 的航运业 运力 比以前低了 现在多了很多方式 未来几年也有很多船会投入使用 意味着 即使是红海地区出现问题 他们仍然是可以繞过红海 南非好望角 甚至西梅说有些是 中欧的列车 所以当时说中欧列车很贵 他也计算过数 有时候你也是用的 而且他慢慢都会成本降落 原来 这个大型的物流公司 Flexport 他说 未来将有大量的航运能力投入市场 所以运费 的增长最终会平 我也觉得是会的 其实红海这件事情反而我能消化 但是 其实我经常都很担心 因为始终 自己也叫做有英国国籍 有时候我都担心 因为你英国你不是美国 你叉着脚 所以金融时报他都担心 我们这样跟 会很大事 你想想为什么 英伦三岛对岸 欧六 为什么他不肯 跟 其实他 好像 的东西都不少 为什么 因为不想 拿起来 事实上 现在 冷战后商品的激增 和增长 要么是超过 要么是国内生产了GDP 这些增长持平 已经成为了一系列的供应 的冲击 2001年的时候 其实 9月11日 大家知道那件事件 其实当时 大家都是 担心的 说真的 也是消化了 当然那些人也很大事 2000年 大家知道 那时候也有很多 事件 一些 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综合症 和禽流感 还在10年 冰岛的火山爆发 也封锁了欧洲大部份领空 还有新冠 俄罗斯 出兵 乌克兰等等 其实 2021年到2022年 运费和港口的 济塞 急剧上升 现在已经消退了 更多 新冠那时候 集装商 真的贵 运费 超级贵 很难很难 才能等到 整天 半年后可能来不了 不是说笑 很多因素都令到 他们慢慢 慢慢 便宜下来 但是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这几 十年以来 说真的 在清理海岛方面 全世界都做了很多事 之前中国也有 在清理沙马里海岛 其实对于 现在这件事来说 最害怕是什么 就是依赖 超级大国保护全球 贸易 有风险 增加全球贸易的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海上贸易的稳定 托付给 一个力量 会惹来麻烦 所以现在 为什么我们说 多极世界 已经形成了 你回不了 在这次 冲突风险当中 无论是中东 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地方 其实大陆也是有影响的 但是 有其他方法 现在 虽然说 中俄的船只可以通过 但是最怕 不仲富居 你知道 那些人士 因为 他的技术 不是火箭 各样军事技术 偵察技术 也不是很先进 是不仲富居 也有影响 这个是 当然看回全球 的逆转 暂时 我看到全球化 亦都是 是的 有些波折 因为每个小集团 小集团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现在 大家都担心 英国会出事 因为 英国是 这场风波 究竟需不需要这样 你看 欧盟也没有那么紧张 你就插着脚 我不是欧盟 我要扮大佬 这样也是 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 如果你 一个 尤其是 这十年八年 看到西方 插足中东事务 都好像没什么好收场 照头烂压 是的 尤其是 那些穆斯林国家 不单止中东 非洲 利日尔 布基拉法索 以及 马里 他们都是穆斯林国家 他们在那里插足你 也是很难 他们就赶了你走 我们说过 他们这个特殊的状况 你真是搞不了 你可能 一时三刻 能压制 但是之后你就糟糕了 你就糟糕了 原来 他们也说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全世界都是多氧化的 多氧化 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 现在英国他们这样搞 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不单止红海 其实最怕就是 全球贸易 现在其实 亦都是 还可以 当然红海现在有危机 但事实上它还可以 最怕是什么呢 就是增加全球 这些 是西方 盟友 民众的风险 民众的风险 因为现在 他们 你知道 穆斯林全世界都有 当然 当然 我相信99.999%都是好人 但是 现在你这样 在红海做的事 会不会令到一些极端人出来 我相信是会有 还有 现在这个 也门 甚至他背后的伊朗 在整个中东 他的声望是高了的 因为他现在撑的是 巴勒斯坦的事 当然西方就狗撑他们 你不要忘记 川普回来 究竟他是怎样 美国海军仍然会进行一些反海道 这些行动 但是 特朗普 他会究竟多支持中东 还是会令到中东局势会恶快 他和伊朗就对倒坑 当然 在欧盟来说 对于欧盟来说 美国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但是 特朗普回来 可能你 就会付得更加多的钱 支持你什么海上卫士行动 其实北约也在地中海战 海上卫士行动 在非洲和阿拉伯海岸 也进行了反海道行动 但是自从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 其实他们的力量也小了 因为你真是 分身不下 是不是这么容易呢 也很困难 以及现在 说真的 你说保护他 是吗 但是整个数字看到 这个 也是继续下降的 你说保护他的时候 其实 大家都不想行苏仪士运河 担心是经过红海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你保护他可能越来越麻烦 我们经常说 如果 一个大国 他说保护你 你听上来是好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如果他有很多仇家 那你是不是也成为目标 不会像台湾那样 好啊好啊 我们在前面 不用担心 这些是傻的 才会这么说 美国来帮我们 你不要忘记美国也有很多 跟很多国家的 很多 很多陈价 很多陈价 所以 红海危机 当然 他的日出效应 在贸易上 是有的 但是 不算大得很厉害 最怕增加全球 这些极端有出来动手的风险 因为他看到这个胡锤说 喂你 都说的 他们经常搞我们 你没说错 他现在连我们 也门国内的领土都搞了 是不是 其实他这么说 你很难博的 因为那些领土就是也门 当然你说我是 智慧权 但是 你知道他这枝大旗 是拯不走的 那枝撑花的大旗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